韓國瑜不是他請我去吃火鍋 我那天去吃火鍋 是王院長請我去的 主要當天講的是 三三造勢之後 因為當天有農會的代表 還有幾位企業界的代表 因為選後 事實上這些人沒有好好的聚聚 王院長當天就特別請了 李四川副市長去 主要還是因為企業界 所以李四川也是王院長請的 不是 是不是請 是王院長親自打電話邀請 我不確定 但是因為當天企業界的也在 他也反映了很多 對於高雄市企業的困境 給市長聽 因為未來 李四川他主要在高雄市政府的工作 其實滿吃重的 所以有些的業務上 副市長一起在 這是很合理的 你說當天有沒有提到 任何選舉的事情 完全沒有 因為是實際上也不需要提 因為我覺得王院長 最近的動作 大家都可以感覺到 這麼的積極 應該是有下一步的打算 所以有沒有那天去吃火鍋 我們有一定的一個名義 也做一個感謝 但是實際上需不需要說 我要選總統 希望你們來幫忙 不需要的 因為大家都是從政都這麼多年了 你們吃飯的過程中 不要讓我給人家 沒有人喊一下凍蒜嗎 沒有人禁大家說凍蒜嗎 沒有 那太奇怪 因為他沒有講 然後院長他也那天有邀請我去 是另外一個他11號 要在雲林有一個感恩的餐會 所以他也邀請我下去 就是也是參與餐會 我覺得當天的餐會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真的就是說我覺得 最近因為韓國瑜 他的人氣不斷的上漲 所以我覺得不只是拜會韓國瑜 只要未來在黨內 要代表國民黨 或者是現在要競選 要競爭總統大位的人 未來除了拜會韓市長之外 對於盧秀燕也好 侯友宜也好 這些具有六都代表性的首長 一定都會去拜會的 慢慢的各縣市都會 只是首長當然到了高雄之後 媒體就會特別去做很多的討論 但是我覺得這個 有關於柯文哲的部分 其實柯韓會從頭到尾 都不是韓國瑜主動提出來的 是柯文哲在當選之後 他提到要跟韓國瑜這場的會面 韓國瑜也說好 歡迎 如果要來的話 我們可以在愛河旁邊 因為任何客人他到高雄 他都希望說用愛河 做一個出發的主題 所以任何客人來 他都表示歡迎我們到愛河去 是這樣的 然後現在因為台北市政府說 他們幕僚說沒有這個規劃 既然沒有這個規劃 我覺得大家都 現階段兩位市長都很忙 我覺得目前不需要再去提說 未來的會面什麼有的沒的 因為既然大家都很忙 就不需要再一直互吵新聞 因為對韓國瑜來講 現在整個高雄市 大家眼睛一直看著他 怎麼樣去做觀光 而且現在你知道大家很忙 剛剛大樓又講說 他還要去幫忙壓制 柯文哲的企業 然後還在去服選其他的 不是幫忙他 就是不要 他本來他就是一個國民黨的黨員 他一定就是會幫我們黨內所有的同志 所以你看大家期待他高雄市政要做得好 兩岸又要突破 然後所有的議題又要去問他 然後每天媒體要跟著他 然後他又要負責去 要幹嘛 要幹嘛的 他工作這麼多 其實我覺得現階段真的 他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好 然後至於未來有沒有柯韓會 他要到高雄去 我覺得韓市長他隨時都歡迎的 但我覺得彼此 柯市長這邊不需要再一直說 要去誰去 然後到台北 做這個新聞 對韓國瑜來講 他不需要配合眼睛 韓國瑜因為他不是素人 他其實是政治老鳥 而且也不是吃素的 只不過中間有很長一段時間 他離開了政壇 並不順遂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並不是一個沒有政治敏感度的人 那麼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大家也知道說 他是曾經怎麼講 踩在地上的 不是每天都在雲端 高高在上的 我覺得他的社會的歷練度是高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不管是選舉的講話 跟人的應對 一隻狗做人 相對底下 我們會看到很多 國民黨高層的精英 你會覺得好像不是這麼的 你知道 懂得人情義理這種事情 我覺得韓國瑜他這一方面 的確是講到做人 所以柯文哲說要跟他 他沒有距離千里之外的 這不然就很奇怪 再加上他過去在台北市的 這樣子的一個共識的經驗 可是他也不是一個 我剛剛講 毫無政治敏感度的人 你現在一月分在選舉 然後你跟他熱熱鬧鬧的 創造很多的話題 即便韓國瑜沒有這個意思 也會被人家強加說 那是不是大家一定很多 你相信一定很多說 以後會不會柯瀚配 韓柯配選總統 韓國瑜是不是又要怎樣 又要跳脫國民黨的 一定會有非常多的 這些不必要的預測 我覺得對於剛剛上任的韓國瑜 對於藍營高度期待的韓國瑜 對於藍營內部所有的太陽 都想要跟他站在一起的韓國瑜 他何必 他不需要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他也沒有說 就一定不要見柯文哲 只是說有必要這麼急嗎 因為本來他們也沒有什麼公式 說非要這個時候見不可 有時間的壓力說 非要見非要解決不可 公哲說6月以前見就可以了 對 就有見就好了 對不對 大家開心見就好了 自然見就好了 不要有給對外過度的聯想 跟政治上面的一些預測 我覺得韓國瑜這樣子的一個處理 就表示說 他不是一個對政治沒有敏感度的人 如果是一個政治 完全沒有敏感度的 也很麻煩 就是說你現在是全台灣 最紅的政治人物 可是你卻毫無政治敏感度 這會製造非常多不必要的困擾 至於王金平請韓國瑜吃火鍋 我覺得王金平就是少數裡面 很會做人的一個人 我認為很自然 就是說王金平想要選總統 也很明顯 確定他要選了 看起來是這樣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如果他不選 他不需要有這麼多動作 然後每個人問他的時候 他的講法就是要選了 他只是說 他覺得初選何必還大費周章 我看他報紙寫 他不是就是說 何必這樣正式宣佈 到時候就去領表就是 所以表示 我覺得這句話的意思 當然他前面也講過很多話 我覺得都表示 他就是有決心要參選了 而且不是像大家講 要用協商 要用喬的 他說我到時候 他就說到時候去領表就好了 就表示說 他有參加初選的決心 他也有參加初選的準備 我覺得這就是王金平的期待 那就話又說回來了 選舉的時候 他幫韓國瑜這麼多的忙 難道因為他要選總統 所以韓國瑜就不敢見他嗎 那已經也太小家子氣了吧 這種無聊的切割也很不必要 大家大大方方吃火鍋 選舉的時候 本來就是同志大家感情都很好 然後選舉的時候 那種就是 這叫什麼講 這種情誼 其實是很深的 所以我也覺得很自然 但韓國瑜是很可愛 就幫什麼打麻將嗎 大野都知道打麻將 就是只要選總統的意思 說實在的 這四個人裡面 我認為排氣最好 應該就是王金平 因為吳敬議說他不會打 我不知道他不會打 朱立倫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打 看起來好像一副也不會的樣子 馬英九 目前看起來是不太會打 對 馬英九看起來應該是 我做過他幕僚 他應該不會打麻將 他有打過麻將嗎 我都很懷疑 所以裡面排氣 不會打得很容易像公 不會打 有那個滷肉的紋你知道嗎 氣比較好 但是雖然朱立倫是天廳 是不是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但是韓國瑜 不是韓國瑜 對不起 王金平 王金平 排氣好 排氣好 就等看能不能聽牌 對不對 這個手上的牌好 這個排氣好 這個排氣好 看什麼時候能聽牌 找聽牌不一定會找胡 打麻將就是這樣很有趣 所以說就很有意思 吳敬議他是黨主席 這本來就是 他不管要不要當 感覺他像坐莊的 對 他不管要不要選總統 他都要該做這件事情 當然現在媒體 當然是要往選總統的方向 才會有人點閱 這個新聞 我覺得 我認為吳主席 也應該有這樣的想法 你認為他也會選 會不會選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幫他宣布 但是我認為 他是的確有這樣的想法 跟準備的 因為如果他完全都沒有 就像王金平一樣 完全都沒有要選 就像馬英九一樣 我如果完全沒有要選 我說2020 就直接講就好了 你別來講我 這搞我沒關係 沒有說絕對不選的 都有機會選 而且我認為都很積極 我認為都很積極 我認為王金平是一定會選 其他的就是 吳敬議跟馬英九 我還不敢講 因為吳主席現在沒有表態 我覺得馬英九也應該有在準備 所以說在這種情形底下 他作為一個主席 找所有的縣市來談 兩岸交流的事宜 他不做是失職吧 對不對 你的主席很奇怪 怎麼什麼事情都不做 現在所有的縣市首長 新任縣市首長 都想要做生意 都想要賺大錢 要跟對岸談 他當然要做這件事情 不過最後這個麻將 到底是要打幾圈 對不對 有人擔心說打麻將沒關係 可不可以一圈就 一個風就好了 不要打兩圈 不要打兩天兩夜 結果這個麻將到底會打多久 不曉得 這是可能大家比較關心的 所以韓國瑜的動向 就是動見觀瞻 我覺得韓國瑜是一個 怎麼講 我的感覺他是一個通勤達理 有政治智慧的人 他不管是國民黨哪一個人出來選 絕對不會去支持柯文哲 就這樣 台灣沒有辦法接受一國兩制 這件事情是沒有改變的 時空環境不一樣是指 40年前告台灣同胞書的時候 中國大陸因為跟美國建交 而且他們那個時候 做了一個重大的改變 就是血洗台灣 武力解放台灣 改成和平統一台灣 在那個時候 因為和平統一提出來 怎麼和平統一 他們搭配的叫做一國兩制 當時跟對岸在一個非常不互信 然後我們被美國給甩掉了 被美國就是給賣掉了 那樣的一個國內的氛圍 要裝盡自強 處變不驚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蔣經國總統 講了這句話 當時兩岸是高度敵對 高度沒有任何往來 而且沒有辦法 有任何互信基礎的狀況 跟今天也是毫不相同的 第一個我要先講王定宇 他是前科累累的累犯 就是說製造假新聞 譬如說其實 謝長廷的日本關係機場的事件 其中一個很大的操作 操弄假新聞的人 其實就是王定宇 他之前更是在立法院 有太多鬧笑話的經驗 像這樣子的一種國會議員 用這麼低下的水準 連戰怎麼可能反對九二共識 任何在對台灣政治 有一點點理解的人 都不可能相信這是一個事實 他居然可以這麼不入流的方法 然後就說你看連你們連戰 都說不可以相信九二共識 這實在是太低估選民的智慧 所以我在這邊 我真的要公開的呼籲 台南市 你的故鄉 有水準 有智慧的 所有台南的市民們 可不可以幫我們國家的國會 過濾一下 不要再支持這種 這麼低下不入流的立法委員 不要再讓他進入國會 降低我們國會的水準 我每次要評論他的事情的時候 我都替自己感覺到臉上無光 那你想想看 對岸看到我們這種水準的國會議員 對台灣又是什麼樣的評價 王定宇這樣子的招數 這樣子他們就自己就自嗨了嗎 就爽了嗎 就覺得說連戰現在是支持蔡英文了嗎 這不是太可笑 他不只是低估藍營的智慧 他也侮辱了他的支持者的智慧 再回過頭來講 2003年 連主席就講過一模一樣的話 連戰在這過程當中 去過多少次中國大陸 都告訴中國大陸一樣的話 也怎麼講 就是說提醒中國大陸 你一定要跟台灣的政府 未來你不管採取任何的 只要是政治性的協定 有法律約束力的 你一定要跟台灣的政府談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還是希望習近平 能夠把它聽進去 一國兩制 當然不等於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是一個階段性的安排 是我剛剛講 兩岸隔離了那麼久 還打過仗 在蔣經國的那個時代 你根本很難想像 兩岸的領導人 可以坐在一起坐下來談話 但是我們經歷了馬錫會 這中間兩岸關係的緩和 我們開始三通 老兵可以去探親 大家可以去做生意 是怎麼來的 是九二共識來的 九二共識不是一個 兩岸中局的安排 但是它一個重要階段性的安排 讓兩岸可以開始交流 可以坐下來談 可以彼此了解 可以彼此互動 可以營造和平和諧的氣氛 可以不讓老共 再打壓我們的外交空間 這就是九二共識最大的功勞 九二共識當然是階段性的 不管是藍綠 甚至於是紅 都知道九二共識 不會是最後的選擇 未來你覺得九二共識 需要怎麼樣改進 大家可以討論 你也可以跟對岸討論 民進黨為什麼要 從頭反對到底 而自己又拿不出主張 不過一國兩制 在台灣就是聽不進去 這中間根本的 我覺得老共的認知 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 我們叫做中華民國憲法 一個中國原則 是對岸的憲法也是一中憲法 台灣的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也是一中憲法 所以我們應該沒有一中的問題 只是我們現在的執政黨 不承認 就是內心 他沒有真的對中華民國憲法 有感情 有忠誠度 這是問題之所在 但是中華民國憲法 在台灣就是一個有效的憲法 他就是一個一中憲法 所以今天沒有一中的問題 只有國家統一的問題 國家何時統一 如何統一 馬英九講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統一現在條件不成熟 這是事實 馬英九講得也很清楚 一國只有一制 兩制是因為香港澳門是殖民地 時間到了英國要還回去 還回去之後香港澳門恐慌 難道我們所有習慣的生活方式 通通都要改 變成中國大陸嗎 所以老共說不要緊張 我們實施一國兩制 但台灣從頭到尾都是中國人 都是中華民國 我們沒有被美國統治 我們沒有被日本統治 何來一國兩制 這個基本的邏輯就是錯的 那如果中國大陸 他還是北京 從當時聯主席 後來馬英九 這樣子跟他們講了那麼多次 你的腦子還是這麼的僵硬 不能夠接受中華民國 你就給了民進黨 給了陳水扁 給了蔡英文很好的機會 就說你看 你們國民黨就是一廂情願 你看人家老共 根本就沒有把中華民國當回事 只有你們在那邊捍衛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也不要捍衛了 老共根本不把你們中華民國的 存在當回事 看不見中華民國 這就是蔡英文 從陳水扁開始 他們就一直玩這一招 一直操弄這一招 那這次蔡英文就是怎麼講 就是見烈欣喜 就生怕老共不把一國兩制搬出來講 現在搬出來講 他還不好好的 對不對 趕快整對一下 趕快來振興一下 他的低迷的這些聲勢 但蔡英文那個能夠玩多久 還是要看老美的態度 看老共未來這一年選舉的表現 不過回過頭來 我也不覺得說今天國民黨 因此就很難回應 我覺得馬英九第一個時間 回應的就非常好 非常清楚 搞不懂的人就去把馬英九的談話 以前連戰的談話 好好的拿出來看一遍 看懂什麼叫做九二共識 看懂什麼叫做一中憲法 當時李登輝為什麼要國統綱領 就是因為我們就是一中憲法 但是國家是分裂的 那怎麼樣國統綱領 你回去看一下就很清楚了 雖然後來陳水扁把它廢掉了 其實裡面都講得很清楚 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國民黨也不會因此處境艱難 我跟你講身體用就不怕天氣冷 我當時離開民進黨到國民黨 一個最核心的原因 就是因為國民黨的兩岸論述 才有辦法解決處理兩岸的問題 才能夠取得對岸基本的信任 兩岸才能夠和平解決 兩岸如果沒有辦法和平解決問題 台灣沒有前途 台灣沒有未來 所以國民黨不需要自亂政教 自亂政教只是不熟悉 早就應該清楚的論述而已 連戰當時怎麼講 我還是還原一下 事實上我特地找了當天 連戰講完之後的新聞出來 大家看一下標題 這個標題 這是聯合報下的標 連戰當時講什麼 兩岸關係留給歷史去解決 直九二共識被陳水扁 當成抹紅別人的工具 國清不願意再與他周旋 連戰裡面講了一個 最重要的內容是什麼 他說九二共識 就是被陳水扁當作寶貝 用來抹紅別人 然後就是說讓他拿來賣台 指責國民黨或親民黨賣台 然後連共支持一國兩制 國清不想要被貼這個標籤 所以就不要再跟 在九二共識上的議題跟他周旋 所以這是他的原意 結果王定宇就撿了 剛才講的那一段話 所以說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連戰反對九二共識 連戰反對九二共識的前提是說 陳水扁不斷的拿九二共識來抹紅 所以說這個是完全兩個 完全不同的意思 在這裡又跟我們中天有一點關係 剛剛我們一直講說 王定宇是慣犯 我特地繳一個慣犯的例子來 這個是當時高雄市長選舉的時候 當時王定宇 他在他的臉書上撿了一段一個果農 事實上他不是果農 他是果農的朋友 但是王定宇沒有把這個 果農的朋友撿出來 他就說中天找了一個 事實上這個人是里長 然後中天就訪問他 然後他的訴求是說 高雄的水果很難賣 要救救果農 然後讓韓國瑜來當市長 高雄才能發大財 類似這樣的論述 結果王定宇就惡意剪接 他說這個人根本就不是 不是什麼 不是果農 不是農夫 對 他是個里長 然後就爆料等等 可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王定宇撿了 沒有什麼 沒有下面指說 這是鳳梨果農的朋友 就這個人本身是鳳梨果農的朋友 然後電視上也打出了他的title 所以王定宇就不用這個 用了別章 然後來爆料 結果當然還是被抓包了 我要講 我覺得真的很惡劣 非常的惡劣 請容許我這樣說 真的很賤 這是賤招 他在這時間點 為什麼要去搞連戰 在當時講的話 他就是為了來加強或迎合 蔡英文最近談的 就是把九二共識等同於什麼 一國兩制的這個論述 要大家不要再談九二共識 這一件事情 你可以支持蔡英文 所有的論述我們都尊重 可是你不可以拿造假的東西 來當作證據 我覺得真的是很賤 賤招一個 王定宇再這樣弄下去 我說真的只會讓自己 他會不會換臉書大頭貼 有可能 潘仁遜比較大的問題 還是就是說 他到底有沒有把競選模式 轉化回指證模式 剛才講了說點子王 然後在競選的期間 發揮很多創意 其實幫整個選舉 尤其是韓國瑜加分不少 我說真的 某種程度我還滿佩服的 有些點子我真的想不到 可是現在畢竟是執政了 你執政之後你必須要 尤其他又是一個局長 一級主管 他就必須要對他的政策 必須要負責 而且是要能落實 這一次就是說這個溫泉 坦白講是有點粗包 我覺得潘恒旭還是太搶戲一點 我覺得 他要幫高雄行銷觀光 這一點我可以理解 可是有時候話 可能說得太早或太滿 尤其這一次他這個說 所謂的冷泉加熱以後 就變成溫泉了 他講這個事情以後 竟然還拖了兩家飯店業者下水 這兩家業者 我們剛剛講 田療花季這個飯店 就是說他們那個 他加熱方式是蒸氣 是蒸氣 而且他們從來沒有強調 他們是什麼 溫泉 是熱泉 對 他們是熱泉 龍山林跟說 我們有兩個泉 是有冷泉也有溫泉 所以他們不需要把冷泉 去加熱變成溫泉 因為本身就有溫泉 當然我覺得這是一個小的錯誤 可是剛剛也如同洪威傑講的 就是說不管是從溫泉的事情 之前還有所謂的鳳飛飛代言 人家覺得說鳳飛飛跟高雄 那個關聯性不高 然後要找魚光中 人家魚光中的家屬說 好像也沒有來談過 然後寶可夢 甚至要找阿諾是不是 來高雄 就是說這個不斷不斷的 在開支票 可是這個支票到目前為止 是還沒有看到可以落實的 我真的誠心的建議 就是說在這個階段 怎麼講呢 就是說應該要做得比說得多 然後你事實上 尤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你能做出一樣兩樣指標性的 這就很加分 不需要這樣 我覺得這有點到處在開 也不是戰場 到處在承諾一些政策 我覺得這樣反而會失交 我覺得潘文旭的 我覺得問題不大 我覺得他是滿 包含這個在愛河旁邊 這個就職典禮 韓國瑜也說是他想出來的 包含找瓊瑤來代言愛情產業鏈 等等 還是有 因為你說幫韓國瑜加分還是扣分 是有加分的 可是這扣分的部分 這樣慢慢也出來了 甚至讓網友來骨頭來那個 我是說坦白講 現在韓國瑜已經是市長了 現在大家眼睛睜睜睜看 只要有一點點做得不好 就是會怎麼樣 會被加碼放大 會用顯微鏡來檢視 這個的確會造成困擾 尤其接下來是什麼 我們面臨2020年的選舉 有總統大選 有立委選舉 這一些縣市首長 他的執政的好壞 當然會影響到2020的 這個選舉的表現或結果 所以我覺得還是在怎麼樣 謹言盛行 我覺得不用太多 你就是好好的做 做幾個出來就好了 潘局長 大家對他有認識的話 他是一個媒體出身 然後廣告行銷確實做得很好 在這次的選舉 他確實幫助韓國瑜很大 我昨天他丟了一個新聞給我看 他LINE給我一個 就是他邀請到瓊瑤 去幫他們愛情產業鏈的總顧問 然後我跟他說 你梗會不會丟太快了 人家都是一個月丟一個梗 你相對的好像3000 都丟一個梗 我說媒體好像也消化不了 不過你可以看得到出 他背後他希望為高雄 快速帶來經濟成長的一個成果 我覺得這些 包括韓國瑜所講的話 我覺得韓國瑜他對人 你觀察他 他對很多人丟給他的點子 他不會是用否認的 他都會先接受跟肯定的 比方說一開始 有人跟他講說做賽馬 他也不會一開始就是否定別人 他會說我們可以評估看看 但能不能做那個是後續的事情 所以包括韓國瑜自己本身也是這樣 他對人都是先肯定的 不是從否定出發 所以他自己的想法 他也都是認為可能 我的想法裡頭一定會先想說 這個是可能做到 比方說他在競選的時候 他說高雄能不能發大財 10年之後高雄能不能達到 多少幾百萬的人口 那個都是他覺得是可能的 不是做不可能出發的 所以我覺得對韓國瑜來講 他知道人沒有百分之百的 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覺得他對於潘恆旭 他是一個非常有點子的人 韓國瑜現在需要的 就是點子很多的人 你說有沒有成功的 有 比方說他先前推了一個夕陽 在一個什麼地方 一個夕陽的 一個很美的地方 頓時之間 零遠的 曙光 那個地方就頓時之間 零遠的曙光 西子灣的夕陽 對 那你記得比我清楚 反正我就記得說 當時就有很多零遠的鄉親 一直都覺得這個點子非常的棒 他肯定有成功的地方 你說有沒有一些點子 可能丟出來還不是那麼成熟 我覺得他有些時候 他被媒體追得很緊 每天媒體問他說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所以他會丟出很多的想法 但是這些想法 可能市長還沒有具體要作為 一個他具體的政策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潘局長可以把 這個是想法還沒有落定的部分 先講清楚 未來要成為具體 就是要作為政策的部分 都可以講的 比方說阿諾要來 包括鄧紫棋要在高雄開演唱會 這個其實都是已經 滿明朗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他有時候 我覺得 我覺得我這樣講 可能 不是 可能韋翰聽得不是很高興 但相對就是說 你看高雄市 每天有這麼多的新點子 相較於台北市 台北市有什麼議題 我們就這樣比較好 找到台北市 你就要擔心韋翰不開心 因為我知道韋翰要補充 我就一直說 你光是就是說看高雄市 每天有這麼多的 不同的點子的出發 相對性的 他就為高雄帶來 很大的一個商機 你說潘局長 他所謂高雄市帶來的 加分的成果一定有的 但我覺得某些部分 我覺得這個都是市長 可以接受的 因為高雄需要的 不是死氣沉沉 台北市現在可能也沒有什麼 太重要的一個議題 除了講要不要選總統之外 沒有其他的 像就要你看到高雄 這麼樣蓬勃發展的 新聞話題好多 話題很多 相對的民眾也會有興趣 國外的以後有興趣 成不成功 成功 韓粉科粉大對決 我補充一下 那個 淑華說台北怎麼樣 我都不會不高興 只要看到淑華我就高興 對不對 重點在於什麼 重點在於雖然大家都說 韓國瑜跟潘恆旭 其實可能在場 我認識潘恆旭先生是最久的 快20年了 他一開始就幫馬英九選市長 我必須就是在電視 因為我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評論過潘恆旭局長 在任何節目都沒有 那的確 這是第一次 對 第一次 的確各界對他褒貶不一 認為他是不是有一點 太過跳痛 點鐘 會不會嗨的韓國瑜 可是從剛剛韓國瑜 受訪的那一刻 讓他自己去解釋好不好 他的創意 這個反應好 抗議 他正好 的確 轟隆一直來 我瞭解一切 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想過 阿扁八年過程期間 最好的副總統是呂秀蓮嗎 呂秀蓮還跑去黑黑黑什麼的 還給阿扁 但是這個副總統可以幫阿扁 分掉非常多的子彈 這點非常重要 今天潘恆旭的這些意見 我不是說因為他搞了很多的 所以韓國瑜就不中箭 箭都往翻譯之上射 不是只有這個效果而已 我坦白講 雖然今年的元宵燈 也可能來不及 一旦高雄在任何時間 辦成了寶可夢活動 我一定去 而且他一定會爆到人會 大家可能沒有玩寶可夢不知道 會玩寶可夢的人 基本上是對於 所以是呼籲潘局長 一定要把寶可夢 顯然他有接觸 他只是還沒有成功 然後他的溫泉冷泉 大家覺得說他對於知識的不足 人都有知識缺口 重點在於觀眾朋友有沒有注意到 韓國瑜在選前的 9月都還沒有人覺得他還選 大概快10月的時候 大佬已經對不對 已經會員獨具知道了 可是也有一種覺得說 寒流就是一個潮 選上了以後就結束了 事實上也是 各地的選舉 通常在選完之後就回歸平靜 也就是各自就回來了 天后去了高雄 又從此不再去了 應該是這樣 可是對不起 我們現在1月9號了 還在談高雄 所以高雄 他在這樣的創意的結果之下 其實還在被談論 過去阿扁 他在立法院養了三十幾個助理 他只有一個交代 天天要幫老闆上報紙 壞的怎麼辦 壞的也沒關係 你就是要一直維持 今天這些東西都被討論 也都被批評 可是至少他是台灣討論度最高 剛剛舒華講的 比台北市的討論度更高 對於高雄來講的現在 是非常需要的 因為高雄現在需要人進來 如果你的討論度一掉 人就進不來 所以我覺得他的每一個 包含冷泉 包含了金銀河 還有包含了高雄碧 包含了寶可夢 包含了所謂的什麼高雄SHE 說實在的 白冰冰這個我也講過好幾次了 白冰冰對於現在年輕人來講說 怎麼跟五月廳 怎麼跟SHE比 大家有沒有想過 最有口袋深度可以旅遊的 其實是銀法族 他們是真的可以一個禮拜就去一次 就坐個高鐵 然後就住兩天一月三天兩月 主要是要打禮拜一到禮拜五的周間觀光 好 每一個族群都要 所以他也不是說白冰一次就代言四年 別人不能來 他一次可能一個月一個代言 說不定下個月三個代言 三月的時候可能又兩個又五個 他是一個非常多變的 潘昀是一個點子王 因為他的點子跳很快 有時候也衝很快 的確常常會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但是也因為這樣 讓高雄變成是一個很活潑 而且被討論的地方 我知道現在媒體圈 也有人在討論說 會不會他給韓國瑜惹了太多麻煩以後 三個月到了以後就換了一個局長 那就看最後他的加分跟減分 扣掉以後還沒有盈餘 如果有的話就發給大家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概念 我對潘昀去局長就是說 我發現他的點子 雖然褒貶不一 可是對此刻的高雄 他是必要的 拜託賴清德 你不要再拿金庸當梗 好不好 讓我們 你是說不要破壞大家的想像 對 讓我們停留在 真正的神雕俠旅的情境裡面 我請大家看這個是上台的時候 2017年的6月到2017年的9月 他拖拖拉拉的三個月 這三個月絕對不是林權的問題 是他的問題 上台的身影不漂亮 下台1.124 去年底1.24 輸了那天他說請辭 然後拖了一個多月 今天走人 48天 對 這個下台當然也有 他主動被動蔡總統的 衛留等等 下台的身影也不漂亮 這特別跟大家報告 韋翰知道我的執著 我們的選舉投票是投誰 可是跟楊過的個性也滿像 其實觀眾朋友 我們投票是選總統 我們不是選行政院長 所以其實行政院長 相對來講 他們並沒有所謂的民意基礎 誰的權力比較大 明顯是總統的權力比較大 是總統任命你 所以總統一定比行政院長大 這一次引起很多爭議的政策 到底誰決定的 其實是總統決定的 也不是行政院長決定的 所以賴清德這個請辭 他是在逃避 這個我覺得不足取 特別的譴責賴清德 主持人你知道 我有收集報紙的習慣 今天看到這些報紙 我覺得我應該去做資源回收好了 這個是去年底的 自由時報投版頭 六大工商團體呼籲賴魁留任 這是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在民進黨 在綠營是有非常重要的分量 公開講說六大工商團體 請賴清德留下來 這是一個多麼大的 還有 還有很多章 各界為留賴魁的聲浪 空前的牆 這怎麼叫空前 標題像到這樣子 我也是醉了 空前的牆 這個是很感人 萬人空巷 還有 還有 蔡總統的 留任賴魁是全黨的共識 全黨共識 全黨就是民進黨的共識 賴清德你不是民進黨 你怎麼沒有全黨的共識 賴清德是個好投手 是個好投手 總統這樣稱讚你 為留你 你還不願意留下來 這個是自由時報總編輯的特稿 蔡跟賴合則兩立 也就是說 自由時報的總編輯周錦雯 他是非常資深的黨政記者 他鼓吹蔡總統跟賴清德 就是說簡單講說賴清德 你不要走 你跟蔡總統繼續留下來 合則兩立 合則兩立的下一句什麼 分則兩敗 施鋼兄 這個非常好 我跟大家推薦這個去年底 我們的這個 申喉龍的北漂 我覺得這個北漂 因為我都監看 最好看的是台南那一集 那一集黃偉哲被追問得很慘 譬如說北門的浴港裡淹水 麻豆的公武市場 打官司的訴訟 還有那個南鐵東益 南鐵都扯到詹順貴 因為詹順貴本來是南鐵東益的律師 林非凡 林非凡也是反對南鐵東益 所以主持人 我的結論說 藉由今天賴逵的下台 我希望突破觀眾朋友一個迷失 賴清德很像是五星級的 很像跟陳菊一樣 每次民調都第一名第二名 好像很厲害 他的台南神話 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的結論 這一位是今天沒來 農甲的兄弟 他說這是賴清德那時候 剛來台北做印章的時候 賴清德治水有功 我們台南淹水更多 這是謝龍介講的 治水有功 然後淹水更多 他是在反諷他 所以到底賴清德做得好不好 不管是在台南市場內內 或在行政院長一年多的任內 我希望觀眾朋友 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 你也可以去網路搜尋 那個聖喉嚨那一集 專訪黃偉哲那一集 我覺得其實把選舉結果 歸咎給別人 那是不應該的 應該是歸咎給我自己 我自己 台南市長當選人黃偉哲 如外界預料般 為民進黨順利手下一席之地 不過臉上看不見絲毫喜悅 台下支持者寥寥可數 長編比若選還哀七 本來要燃放鞭炮了 他們本來有些支持者很熱心 主動要來送鞭炮來燃放 我們也都把他給希望說 Hold住了 不要再做這樣 因為這時候的氛圍 其實的確不適合 在做一些這種 好像大肆慶祝 遵從總統蔡英文口號 黃偉哲面對媒體謙卑再謙卑 因為這一次真的選得不漂亮 2014年賴清德尋求臨任 大勝對手黃秀霜 得票率高達73% 這一次黃偉哲只拿到近四成選票 勝率票倉流失超過三成 雖然選前最後一刻 賴清德南下幫忙掃揭拉票 但效果似乎不太好 因為對不少台南人來說 賴神早就已經失去光環 談到賴清德心中那一把火 熊熊燃燒 麻豆公武市場居民毛大哥 當了民進黨員20年 原本以為在賴神庇護下 可以安居樂業一輩子 沒想到傾家蕩產 買的房子和土地 一切之間化為勿勇 這一片土地 這一片房子都變成政府的了 他出一毛錢都沒有 他得到7億多的財產 那我算不當得利 那政府算什麼 拿出厚厚一碟合約書 還有大大小小訴訟文件 1995年 連同毛大哥在內 數十戶居民賣掉租產 投入麻豆公武市場開發案 和政公所簽訂條約 擁有房屋和土地 永久權益 沒想到賴清德連任 台南升格後 一切全都變了掉 那我們嫌你的時候 你是來拜託 叫我們嫌你 等嫌完了 我們跟你商量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說現在沒在選機 別說說的 不認人 台南市政府不承認 當年居民和政公所簽訂的合約 地方法院甚至推翻 高等法院判決 居民每個月得再繳租金 金額2到3萬元不等 是台北市定價6到7倍 六都最貴 現在市府還為了重新整件 打算驅離所有居民 買這次 你如果買完之後有庭的 沒關係 買完之後 家裡看一片這片都人家 家裡人家 還欠他買到百三萬一百二五萬 你真的不嫁嗎 你敢嫁你就嫁死了 真的不行你敢嫁你就嫁死了 跟真的小費的老爸一樣 以前就說一票一票好 老人倫意識的 那時候顧老人倫意識的 來算一票一票好 太知道這麼多條 你不嫁了 大家都抹刀都說 都看拳沒看劇 都跟這張小女就沒有 他就丟臉買東西 要把你搖死 真心換絕情 蔡阿姨生財工具沒了 每天只能在住家門口 擺攤糊口 月收入還不夠繳市服 每月租金 對這些居民來說 賴清德的存在 彷彿是一支吸血水智 自救會會長阿連姐心中怨氣 伴隨淚水宣洩 店裡掛滿抗爭標語 一張張都是對賴清德的 不滿控訴 很完善 他太過不前 我隔壁 就明信 他以前的地方 我們是生力生力力 都很產生的 當完全幾十幾年 他跟他的地方 他這樣給我起來 他這樣有情有義 他說有情有義 那無情無義 吃人都沒土骨頭的 賴清德視而不見 反映在選票結果上 2014年台南37個行政區 賴清德橫掃麻豆區選票 獲得81%得票率 但今年黃偉哲只剩下48% 大跌三成以上 賴神招牌逐漸吞色 823插庭淹到滅村的 北門區浴缸裡 新有七七淹 就是這裡 這裡的水 還在這裡 我就不想清 那個水就是淹上來 那個水還在這裡 那時候淹多高啊 里長 那時候 大部分都在外面 但是以那個裡面的那個床 就跟巴巴的一樣高 水淹房屋 彷彿是做垃圾回收場 里長林妙桑 把所有證據通通留在現場 過了好幾個月 依舊不整理 就是要讓各界知道 賴神的治水神話 全是假話 我那個公文 還是就是重要的文件 還有我的鞋子都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水深 然後它又漂浮 又倒了 又倒了 所以放在上面的東西 也都是泡水 東西毀了還能重建 但對多數居民來說 更無法接受的是 賴清德的狠心無情 當時大雨不斷水位攀升 被視為救命的抽水機 差點也沒了 就覺得他很狠心 他幹嘛要這樣 他為了他的一句話說 三天內要把嘉義的水 把那裡的水抽掉 那就等於是要犧牲我們 明禎東七圓 東圓七當 這次我就是要給他教訓 因為我已經看出很多人 要給他教訓 尤其是都 過去明信東圓 尤其我還會記著 把我叫他回來 12月27日我的生日 無王勝同主 生日快樂 不過我這次 要給他教訓 讓你們不快樂 賴清德看到這個數字 恐怕真的快樂不起來 2014年北門區 原本77%的得票率 這次只剩下42% 支持度大幅下滑 是情趣 但由率翻來 恐怕是徹底失望 最好的例子就是新營區 今年只拿到35% 票數輸給高斯柏 六層樓的電梯大廈 造價2000多萬 閒置了五六年 賣不出去也租不去 而在對面這棟燒場 過去也是不斷地閒置 兩年前租給了蔡英文 當成新營後援會總部 不過現在彷彿 製作廢墟 這裡的鑰匙 藥所顧好的 只要懲罰而已 差很多 以前政府在這邊 還有人多多少少來這邊 談這個商議 做商議現在都沒有 所以感覺 升格後覺得不差 不 不 過去最熱鬧的一條街 現在走沒一回 就能看到好幾塊出租招牌 新營市區榮景不再 如同對賴清德的信心 越來越蕭條 同樣曾經風光的 觀光景點後避區 香榮之眼特派員到訪 成了當地店家 開門營業半天後 第一組上門客人 主人的營霞市 就掉了 我們現在算新 現在到現在就算比較好 就算到比較愛發育 你覺得變得比較不好 比較變得發育 就比較不太好 政府就大大市 都比較有在重塑 我們這個小鄉 小鄉這個就重要在重塑了 台南升格院霞市 就像高雄縣市合併後一樣 資源反而通通集中到市區 雖然民進黨最後保住台南綠地 但過去全靠市民無用無悔 協助撰寫已久的賴神神蹟 恐怕即將從最高巔峰崩壞舉起 蔡英文跟蘇貞昌之間 會有這麼好的默契 可以演出這樣子的一個劇本嗎 這是大家的問號 因為從歷史上面來看 他們基本上可以用一句成語叫做 不是冤家不聚頭來形容它 過去以來蔬菜之間的關係 有很多次都非常非常的緊張 包括了前總統陳水扁也爆料說 在他當總統的時候 任命蘇貞昌組閣 結果蔡英文是他的副院長 他說行政院長蘇貞昌 兩度入府要求換掉副院長蔡英文 就是蘇貞昌對蔡英文非常的感冒 到總統府來拜託陳水扁 把蔡英文給換掉 顯然蔡英文要當蘇貞昌的副手 這可能是陳水扁安排的 接下來在2010年的五都選舉的時候 當時蔡英文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他本來的規劃 黨主席破壞整個選戰的規劃 是要蘇貞昌去選新北 然後可能是他自己選台北 或是由其他人來選 但是蘇貞昌不願意再回國選新北 結果跑去保安宮發誓說他要選台北市市長 於是搶先一步宣布說他要選台北市市長 那他只好自己去選新北 那一年2010年的選舉 當然台北市也沒拿下來 新北市也沒拿下來 那在2011年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蔡英文已經得到了 參選總統的門票 要選2012年那一局 他拜會蘇貞昌 要跟他請益擔任一個最重要的角色 當然大家非常的禮貌性的說 要請他來幫忙選舉 不過在這一場公開的會談 全程公開的會談 蘇貞昌並沒有給蔡英文好臉色 當著媒體的面 九度逼問蔡英文說 那你要給我什麼最重要的角色 你說是最重要 那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蔡英文沒答 所以這個問題問了9次 結果我們看到後來 在2018年九合一選舉 真的新北市找不到人 所以陳菊拜訪了蘇貞昌 勸禁他去選新北市長 其實對蘇貞昌來講非常為難的是 他在保安宮面前曾經發誓說 他再也不回來選了 結果必須違背對神明的啟示 最後同意接受蔡英文的徵召 而這場選舉是打得非常的辛苦 在選前的時候 蔡英文幫蘇貞昌站台的時候 還特別深情告白的說 蘇貞昌以前是我的老長官 不過我有一件事情要說 我常常 我是常常有不同意見的副手 不過那段時間 從院長身上學到很多 的確他的不同意見 讓蘇貞昌夥得都兩度 進總統府去 要求陳水扁把他換掉了 這件事情的確是對照得起來的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蘇貞昌終於同意組閣 不過這前面還是有一個波折 因為蘇貞昌要組閣這件事情 其實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就傳出來了 傳騙了政壇 每個人都認為這件事情 是已經確定了 賴清德要下來 蘇貞昌要上去 但是在去年年底 跟媒體的年終查會當中 媒體就問蔡英文說 是不是蘇貞昌要組閣了 蔡英文說 我都沒有徵詢 怎麼會有他同意的問題 打臉了所有人 而且這件事情是在政壇 已經傳了將近一個月的消息 蔡英文出來說沒有這件事 11天之後 今天蔡英文召開記者會 宣布蘇貞昌要接棒格魁 這段期間 蘇貞昌真的應該是洗三溫暖 一下子這樣 一下子那樣 他應該滿乾乾 我對台北線始終感情濃濃 但我不會選擇戰術 我不會選擇戰術 謝謝... 小中央有在那邊講什麼嗎 沒有... 大家談得好愉快 有沒有覺得總統這邊 還滿有誠意的 當然...非常有感覺 民進黨新北市長人選 終於塵埃落定 蘇貞昌和蔡英文閉門會議 會後露臉 笑呵呵 似乎談到心坎裡 但2010年取下的諾言 卻賞了自己一巴掌 我對台北線始終感情濃濃 但我不會選擇戰術 你知道這件事情是誰 幫他第一個鋪出來的嗎 就是前總統陳水扁 其實蘇貞昌在廟前發誓這件事情 在國民黨的對手 都還沒有發現之前 阿扁在他的勇歌物語 就把時間點跟地點 全盤的寫出來 這也讓蘇貞昌很明顯的 有心驚到說 原來他最大恐怖的敵人 不是對手 而是在黨內 蘇貞昌 陳姓 藍綠各界 都有圍詞 當年大動作對著神明發誓 再加碼宣布選台北市長 也讓他和蔡英文的心結 不上台面 打亂了整個蔡英文的布局 因為蔡英文當時是黨主席 然後也讓非常非常的錯愕 因為蔡英文當時是絕對 非常非常不祥 她也完全沒有做好準備 也完全沒有那個意願 去選新北市長 當年民進黨想來一場雙城奇矛 沒想到還沒達成最終共識 蘇貞昌先斬後奏 打亂黨內布局 也讓國民黨作收漁翁之力 當年的蘇貞昌她的搶入 這個台北市 對台北市來講 對國民黨來講 其實反倒是有意無海 因為如果當時是蔡英文出來的話 那麼蔡英文她在台北市的票數 我認為應該會比蘇貞昌高 就是說不會輸到17萬 雙北插旗失利 蘇貞兩人戰火 又延續到了2012大選 我願意做一切 所以主席 你們就說吧 要派什麼工作 主席直接派了 就不用商量了 那個最重要的角色 謝謝 什麼是最重要的角色 雖然蘇貞昌整場都是笑咪咪的 可是她非常非常的 給蔡英文一個下馬尾 包括她連續5次 一直問蔡英文講說 你到底要給我什麼樣子的職位 我到底能夠做什麼 你就直接講不要客套 你就要叫我做什麼 你要給我什麼樣子的位子 從那個鏡頭上 你可以看得出來 蔡英文非常的 感覺左之右處 完全是毫無招架之力 蘇貞昌布下鴻門宴 原本閉門會議突然全程開放 讓蔡英文在媒體面前 成了不斷跳針的大陸機 蘇貞昌一直有個總統夢 她一直想要做總統這樣 可是當時的整個氛圍是 就是覺得蔡英文 蔡英文就是 可以率領民進黨 谷底翻身的這個 這個氛圍是比較大的 後來在做民調的時候 就出現了所謂的蔡媽媽事件 蔡英文對上馬英九 你就講蔡 然後如果是蘇貞昌對上馬英九 你就講馬 然後許姓良對上馬英九 你也講馬 蘇貞昌重劍落馬 當不成主子還得聽命於世 兩人關係跌到谷底 2014 2016民進黨勢如過竹 但民調氣勢似乎延續不到2018 選戰危機 蔡英文不得不先放下 私人恩怨 祭出蘇貞昌這一盤棋 他最主要就是要把國民黨的重兵 全部都逼到北部來 因為他現在看起來林佳龍 不只是台中林佳龍有危險 甚至擴及到中南部 民進黨不可以讓新北市崩盤 他不可以讓新北市崩盤到 連朱立倫 甚至侯友宜本人都有餘力 可以跨過新北市 跑到中南部去浮選去站台 然後令台中也調 新北也調 台北又沒辦法贏過柯文哲 所以到時候 民進黨將會六都只剩三都 黨主席蔡英文要下台 蔡英文放下糾葛 找來蘇貞昌助政新北市 為求自保必是原因之一 因為2018就算只丟了一都 都可能影響黨主席的位置 甚至阻斷2020連任之路 蔡蘇兩人各有盤算 多年糾葛如同八點檔 也驗證了政壇上 不會有永遠的敵人 准行政院長 蘇貞昌 蘇院長 來為大家說話 蔡總統 賴院長 陳秘書長 由副秘書長 各位媒體朋友 國人同胞 這是關鍵的時刻 這是艱鉅的任務 總統 總統在選後 總統在選後多次和我對談證據 我一再希望能夠用盡全力留住 賴院長繼續言有的證據 但賴院長 基於責任政治的理念 認為 他 在時間到 就要堅定地離開 我們 雖然萬般不捨 但 也只有尊重 賴院長 在過去的時間 為國家 為人民 在總統的領導下 做非常亮麗的成績 和辛苦的努力 我由衷地感佩 同時 也要 特別地 表示 但是 往後 各方面 都會繼續 來做各種 讓更好成績顯現的努力 我 看賴院長 在今天 總辭的記者會上 告訴閣員們的話 我想 昨天晚上 今天早上 我們在電話中 我都可以感受到 賴院長 努力已經到了一個階段 他有放下 乘重擔子的 舒一口氣 我 卻要挑起這個重擔 所以 此後 賴院長 處江湖之圓 撥弄頭髮 煮酒看野花的快意食 不要忘記 居廟堂之高 有扛著重擔的兄弟 摸著頭皮 攪勁老子 希望做出成績 我們 也希望 能夠 不要忘記 我們 斬馬 掌馬 論 涛烈的好情 我們 要一起 我們在蔡總統領導下 來做各方面的努力 德諾貝爾文學獎的 丘吉爾首相說 勝利 並非終點 失敗 也非末日 在 二戰 最艱鉅的時刻 他得到 國王 全力的支持 在 外有強敵 內有政敵 政敵 的情形下 代理英國 渡過 最黑暗的時刻 贏得勝利 在戰後 他 以高齡 二度出任首相 德女王 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為英國 服務 為人民做出亮麗的成績 我 謝謝 蔡總統 給我這個機會 和信任 與支持 這個時候 我 會帶著團隊開始 捲起袖子 回應民意 接上第七 我一定要 讓 我們 這個團隊 對 台灣人民的責任 對 一輩子來所堅持 所堅持的信念 做出成績 希望 我們團隊在蔡總統領導下 能夠 繼續 民權院長 賴清德院長 所做的努力 繼續 前進 雖然 有下車 上車 但 我們會 堅持走得更順利 讓 乘客 更滿意 讓我們就 一起努力 希望 大家給我們支持 謝謝大家 不過吳扎憲最近在政治風暴上的原因 是他的機要口譯哥趙怡翔 破格外派駐美代表處 接任了政治組組長 這是一個相當於12職等文官的政治組組長的 這一個職務 這個職務 當然各方面的薪資報酬都非常不錯 大概每個月有台幣將近27萬 一方面是薪資很高 另外一方面是他的資格是不是符合 受到大家的質疑 因為他沒有考過外交特考 職等上是不是能夠做12職等的文官的政治組組長 這個可能有問題 到底為什麼他可以跳過資深的職業外交官 擔任駐美代表處的第三把交椅 除了駐美代表 駐美副代表之外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這個政治組的組長 所以外交體系 有人認為這叫做 踐踏外交文官的體系 甚至傳出來原本吳釗憲要派趙怡翔 到駐美代表處 不是擔任政治組組長 是要讓他擔任駐美副代表 就是不是第三把 其實是要叫他做第二把 但是這個人事案 到了蔡英文總統那裡覺得非常的不妥 最後才折衷說 那讓他出任政治組組長就好 所以吳釗憲是非常的重用 這個趙怡翔的 只是他的資格到底是不是 對於這個職務是適才適所 大家有很多的疑問 而吳釗憲在外交部部長任內 連斷了幾個邦交國 不管是多明瑜伽 布吉納 法索 薩爾瓦多 都是在他手裡頭斷掉了 所以被稱為斷交部長 另外台灣幾個國際組織 也仍然是沒有辦法參與 這個包括民航組織 包括世衛組織等等 沒有邀請函 另外駐大阪辦事處的 前處長蘇啟成親生事件 到現在 大家對於外交部的調查報告 仍然覺得疑雲從從 吳釗憲也被質疑說根本管不動 就是代表謝長廷 另外在非洲疫情嚴峻的狀態之下 吳釗憲以外交部長的身分 發了Twitter說大陸連自己的豬都管不好 對於外交上面強硬的作風 是非常的明確 這麼多的爭議之下 吳釗憲會留任嗎 時間 我當然還是會留任 因為事實上他並沒有什麼 特別說大的 政策上的作為的錯誤 像我們親美有日和中的外交政策 並沒有在吳釗憲手帳 有什麼沒做好的部分 像對美關係 我們一直都處得非常的好 所以趙憲昌的安排也是為了 斷交這三個邦交國非戰之罪 不過用口譯歌這個 錯就是錯 我現在還是認為用口譯歌 到美國當政治組組長 這是不對的 沒有經過國家考試就是不對 可是他沒有要修正的意思 應該會 我們再觀察個幾天 可是沒有用 其實馬英九 是起了所有這些壞例子的頭 馬英九是頭一個沒有 沒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 他民國71年去擔任 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的時候 他是到75年 他才用所謂的假等特考 而且還是用口試去補通過的 所謂的假等特考 馬英九75年的假等特考 到民國83年的時候 王作榮擔任考選部長的時候 就把這個所謂 奇奇怪怪的假等特考就廢掉了 所以 馬英九是我們國內第一個黑官 第一個沒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沒有經過國家考試 就去擔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的 然後說口譯歌很年輕去當組長 這是不對 不好 但是我們也不要以年齡 不要年齡居士 應該不是年輕的問題 他符合資格的問題 符合資格他還是應當去 但是那時候馬英九32歲 民國71年的時候他是32歲 他就去當第一副局長 而且沒有公務人員資格 年輕不是問題 資格的問題 所以現在在言語 我的意思說言語口譯歌不對的 不能說31歲就去當什麼 沒有人質疑他的年齡 因為馬英九同樣32歲 同樣黑官 我們不要談年紀就對了 馬英九做的措施多了 他任內派的注釋代史是不懂日文的 他也派他的金普中 去擔任助委代表 這是政治任命的特任官 馬英九承認說金普中 對 外交事務不懂 對 美國也不認識 他說但是金普中 長期間關心外交事務 而且金普中 學習能力很強 表示馬英九知道說 金普中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他學習能力很強 去學習 而且說他跟外交唯一的關係 就是金普中 長期關心外交事務 所以很多不好的事 是馬英九 是國民黨 你們起了頭 但是吳釗燮這一次 確實任用錯了就錯了 吳釗燮承認這個錯 不代表他外交部長任命 他的所有作為都錯 請問他有承認他這個錯嗎 我認為他們已經在修正 像他做了很多 他們外交部其實 你冷靜去看他們有做很多 這個說明 比方說從薪水到任職的說明等等 他派一任口藝哥去 可是是館長任命他的 這邊寫很清楚 然後還有一點 我這裡面只有一點 我非常同意接受 就是說口藝哥他有放棄了 加拿大國籍 這是正確的 這是正確的 法律規定的 這必須要做的事情 本來總好過過去 總好過過去 應該要做的事情 沒有放棄 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補充一下 因為堅哥今天說法 跟前兩天有點不太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有說到 沒有 一樣一樣 我都一樣 我認為錯了就是錯了 不能說合法就什麼都可以 不是 他去當駐美 他去當勝出組組長 合法 但是不正當 不合理 同樣 不正當 不合理 去當駐美代表 怎麼可以這樣 我在外交所 對不對 但是我補充幾個點 剛剛講了幾個例子 我很快講 金補充 政治任命 陳思純 日文不太好 政治任命 還有人講說高雄的 那個叫潘恆旭 那是局長 也是政治任命 只要離開就離開 今天的這一個 這個Vincent 他去做的是 用政治任命去佔文官圈 有很多的文官圈 你今天任何縣市長的局長 他換了一個人 你可以換 可是下面的那些專委 連總統府現在的 這個發言人是這樣 黃崇燕也是政治任命 林鶴明也是 黃靖穎那個都是 他是掛秘書 然後佔發言人 剛剛講到馬英九 馬英九那個時候 是戒嚴時期 是蔣經國時期 他去了 然後他去補好 所以憲哥 你覺得那個是很棒的嗎 你不是研究評評黨國部嗎 我覺得錯誤 好 我就講 馬英九當總統這八年 有沒有叫政務官 去佔文官缺的 請憲哥告訴我一個 外交部 一個就好 我跟你講 跟母同就是 他是政治任命 不要混淆 所以憲哥我跟你講 今天最大的問題在於 今天再繼續下去 其實國民黨真的就笑了 我剛剛講國民黨要小心這個那個 但是繼續下去 他就是外交無疑你 因為我已經在節目中 跟大家講過了 這個去年的Johnson當組長 下面還有副組長跟組員 他們面對一個 完全沒有經過特考歷練 薪水年紀都不是問題 口義跟不該去不試任 這個我跟你看法都一樣 我們都提停過了 都罵鬼了 但是你不能講說那個什麼 金普通 沈思純跟那個 他沒有要修正的意思 這個是一定要修正 因為這個會把我們的文官體系 破壞的一個非常典型的一個案例 當然要修正 我們剛剛事件舉到馬英九 去擔任總統府的副局長的時候 那麼經過這個特考 其實這個確實是一個錯誤的事情 所以後來就修正了 也就是說以後不能夠 再辦這種特考 為了某一些人而辦的特考 這個以後都不可以 所以也就是說以前做錯的事 糾正以後 我們不能夠再犯 過去同樣錯的事 都在重蹈覆測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態度 以前錯了就是錯了 不要再犯同樣的錯 好 政治任命 這點事件還是要把它釐清楚 外交人員 政治任命不一定要熟悉 那個當地國的語言 你看美國派出來的這一些大使 有非常多的人 完全不會使用當地的語言 例如說美國現在派到 大陸的駐北京的大使 就是駐大陸的大使 他是不會講中文的 他就是以前的一個州長 然後他跟這個習近平是 有很深的關係 所以美國的總統川普 派他到中國去 他不會講中文 他不會講 所以大使不一定要會 當地國的語言 重點是在於 他跟總統之間的關係 是最重要的 因為他如果是總統最信任的人 他派到一個 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國家 去當大使 就代表這個國家 就是我們的總統最信任這個國家 這是一個 所以當時馬英九 把金輔聰派到美國去的時候 其實就像美國 釋放出一個強大的訊息 就是說他把他最親信的人 最信任的他的政治夥伴 派到美國去 代表他非常重視跟美國的關係 這個就是一個我們在思考的 政治任命上的問題 好 政治組組長 他是一個文官系統 要培訓出來的 文官系統在我們的外交部的訓練 考核是很嚴謹的 這點我想跟世間 還有跟我們的觀眾朋友 還有我們所有的年輕朋友 瞭解為什麼會引起 這麼大的一個批評 第一個就是外交人員特考 很難考 很難考 要通過的 通常要經過非常大的努力 外語要好 除了外語的基本能力以外 你的專業的知識要夠 通過這個考試以後 你還要派到國外去 再受訓一年或半年 受完訓一年半年以後 再回到外交部的外交人員講習所 再受訓一段時間 然後再調到部裡面 開始做例面 一般來講要三年 三年完了以後 才開始派到國外去 派到國外去 通常一個單位三年輪調一次 像美國那麼重要的一個地方 這麼重要的 跟我們台灣 有這麼密切關係的國家 通常在選拔的時候 都是從我們的外交人員 特考中 選拔出特別優秀的人 派到那個地方去 而且常常都要他們 經過很多的歷念 然後在國外派了六年 回到部裡面 再經過三年以後 然後再派到國外去 才能夠擔任二密 一密 然後接政治組組長 所以外交部以後認為這個職務 很多外交人 是歷練了二十年左右 才去接任 更傑出的人 可能像森女巡很傑出的人 他可能十幾年 他就得到了 那是因為他的能力 特別強的時候 但是我們都知道 政治組組長是非常重要的地位 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任何一個大國 我們派出去的大國裡面 第三把交椅 對 它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當時如果是副代表的話 這是一個政治任命嗎 一般來 副代表 所以本來吳昭倩說是副代表 這還比較合理就對了 所以就是說 本來用副代表還比較合理 本來我們的副代表 也沒有政治任命 以前沒有副代表 這是民進黨上來 本來副代表都是文官的 這是民進黨上來的以後 就好像行政院有發言人 沒有副發言人的事是一樣的 什麼事都冒出他這些副發言 本來要判他擔任副代表 蔡英文總統就是說 這非常不妥 蔡英文總統的看過是正確的 非常不妥 應該是當代表 你沒有歷練到副代表跟代表 沒有歷練到副代表 可以做出場的 賴教授 你剛剛的那些平息 我們大家看法都一致 我想不分藍綠 昨天都已經 那就應該要糾正 現在又幫我們再複習一次 那就應該要向他要 撤回這個判決 我們更痛心而已 但是我要講 我為什麼剛特別挑馬英九出來講 馬英九昨天也跟我們大家 一起批狗一哥 他說這是災難 拜託 馬英九你是黑官始祖 你跟狗一哥 你們是黑官師兄 馬英九是黑官的大師兄 來批評這個事情 所以最重要的是說 這件事情要不要修正 一定要修正 如果你自己都覺得這麼痛心 可是他們沒有要修正的意思 我相信他們修正中 但是現在還有更重要的事情 因為畢竟那是外館 剛才那個部長已經說 說這個是由館長來派的 所以我想館長 你會經過外交部同意 所以我想他們應該有做一些修正 他們一定有做一些修正 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 我不是內閣 但是我再次強調 派一任他去當政治組長是個錯誤 如果那樣可以行得通 那國家考試就廢掉算了 對一個人士 是不是人才的判斷 有主觀跟客觀的標準 不能質疑你主觀 我認為他好 他不是出了英才 不是 你要有客觀就是國家考試 國家制度 所以我把我的話講完的意思是說 今天吳釗燮這樣做 那麼再推給理由說 由這個館長他來派官 這個破壞我們的文官體系 事情非常的嚴重 我覺得文官體系是不要輕易的破壞 尤其是這一些民進黨上來了以後 所推動的這一些政務官 要特別尊重我們的文官體系 這一點我們千萬拜託 千萬姐我補上去 因為剛剛的那個 尖哥第二段的發展 跟第一段有點羞 沒有 他第二段回來了 前後一次 我的意思是說 外交部的說明很清楚 因為我就是去質問外交部 外交部就說 這個工作執掌是由館長去 他不能夠推給館長 你外交部長要負責 死館長非比館長 死館長 我跟大家負責任長 這不是推給館長 誰會弄館 本來就推給誰 他的意思就是說 口譯哥他是以秘書去派任 他跟政治組長是館長指派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個表示有轉換 館長會去做調整 這不通 你政治組長這麼重要的位置 外館 館長不會自己決定 他沒有跟部長報告 就自己決定了 這是總統都要知道的 這位都要知道 總統都要謝部長的心腹 我跟大家報告 每一個局數 像尖哥在台北市議會 跟立法院這麼久 部會裡面一定會有文官 這個文官他做到高等 他會對這個業務非常熟悉 不管政黨怎麼輪替 選舉怎麼選 來的那個局長部長換 他還在那裡 現在的問題就是 Vincent他佔的就是這種缺 如果他做的是 他聽了嚇一跳以為開玩笑 沒有開玩笑 他如果真的當駐美代表 大家可以批評就是他可不可以 但倒沒問題 那是蔡總統的權責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過去這段期間 沒有用政治任務去佔這個文官缺 也就是為什麼這個話題一直起 我跟監哥報告 外交部年的反彈 比我們現場激烈十倍 因為我混了一輩子 我打拚二十年了 結果居然來換駐美代表 我沒意見 因為國民黨 民進黨輪替 一定會換駐美代表 自己的資產金補充座 吳釗謝座 可是我最後的目的就是 那個政治組的組長 現在連政治組長可以派了 下禮拜連政治組副組長都可以派了 所以他現在等於小孩玩大車 他會去領導那些年紀比較大 十幾歲經營更多人 第三點 這個趙宜祥1月3號就已經去了 他1月7號就已經就任政治組組長 他做的就是文官圈 為什麼外交圈的基層怒吼到這種程度 都完全無法讓這個企業整個歇下來 就是因為這犯了一個非常大的錯誤 吳釗謝希望一個很信任 而且總統也信任他 他也信任總統人去 OK 你就去當秘書 然後你可能可以掛一個 像也有個議員點到 什麼台北市政府的黃靖穎對不對 像那個我覺得 因為觀眾朋友沒有辦法 黃靖穎就是個秘書而已 羅志強以前在台北 在總統府裡面他也是秘書 總統府沒有發言人 他就是秘書 但是他對外的工作叫發言人 像立文姐 是行政院組織法裡面 他有發言人 總統府沒有 這樣就很清楚了 所以這些東西政治任命 你去政治的缺 但政治任命 直接卡進文缺的時候 你會造成大地震會是天崩地裂 外交體系現在正在翻臉 第一個在外交系統 尤其在國外 美國他們是很講制度跟規矩的 你沒有這個頭銜 沒有這個位置 他們不會跟你隨便接觸的 所以他們為什麼 一定要把他卡那個位置 就是因為 你把他弄一個秘書或是誰的話 他沒辦法跟他接觸 所以蔡英文總統有秘密任務 交付給他 因為那是壞的規矩 我簡單補充一下 這個王議員 他非常成功的轉移焦點 扯到馬英九 跟他前天去扯那個 金國先生一樣 很快就轉移焦點 我還是建議蔡總統 從選票的算計去考量 用這個人 對你的選票是加分還是扣分 很簡單 一定是扣分 一定要把他換掉 我比較擔心的是這個口藝哥 會不會變成是蘇貞昌的內閣 會不會變成這樣子 廖化內閣 因為在2008年跟2016年 政黨輪替前 就是陳水扁總統 卸任前半年跟馬總統那半年 都一樣 觀眾朋友 不是我亂講 你去查 那時候很多落選的 國民黨跟民黨立委 去各部會隨便站個缺 反正我要政黨輪替了 春半年你來摸走 會不會變成廖化座先鋒 我們下禮拜一看到 蘇貞昌跟陳其邁 他們把名單攤出來 其實很多人其實不是人 像這個我就不是人 這沒什麼討論 口藝哥那個 很多人都已經寫文章在批評了 蔡總統你要順應這個名字 蔡總統現在很注意網路聲量 你去PTT爬文 爬口藝哥的文 蔡總統答案就很清楚 蔡總統 蔡總統 蔡總統